音会声会色而取得其真 在华语语境中 我们用颜色将人物的声音 神色形容为生动美妙的声音 宛如漂亮颜色 实际上我们周遭环境到处都有声音 但是我们经常充耳不闻 失去了对声音的敏感度 为什么 尤其都市中过度噪音也让人麻木 索性对声音无感 今晚一个小时 我们进入声音世界探讨声色 看看这么精彩独特的声色世界 沙拉乐内陆的传统弹波乐器 沙背琴的旋律空临幽远 这种传统乐器目前已然成为表演用途 甚至是官方旅游的文化符号 但是原住民部落代代传承的祭祀和疗愈仪式 早已经断层 并且面对生态危机与政权欺压 渐渐失语 来自沙拉乐美里的原住民歌手李哲林 就以婆罗洲之子的身份 为失语的婆罗洲而唱歌 希望更多人关注原住民权益课题 五月广场第一站 我们一起倾听为大地而奏的歌曲 普罗洲原本绿色的山河失落了 大地子女也渐渐失声了 在梵林信仰时代 乌鲁族人在祭祀活动 用沙背琴声召唤灵魂 沟通或治疗病痛 在口耳相传的传说中 讲述一名男子自制沙背琴 治疗妻子的过程 但现实世界中 以琴声治疗病患的文化早已失传 凭着自己的记忆 然后照着这个梦的启示 用这个木 就是阿道木 做这个乐器 然后照着梦的启示 去把这个音乐弹给他妻子琴 他妻子就全愈了 到现在这个乐器 基本上做祭祀跟做疗愈的 这个比较传统的一些信仰 基本上已经失传了 保留下来的都是一些 用在一些节目上面 会弹的一些 一些调子这样子的 资本主义和政治早已寄生 且啃食原住民文化 到千疮百孔 而世世代代的大地子女之灵魂 在那里轮回 只能在没落中垂死挣扎 反映着越来越薄弱的血肉 供他人剥削 因此有人努力挖掘和保存 原住民的古老文化习俗 希望不会从此凋零 玩沙拉越琴的时候 都会以那种 我已经回家了的感觉 就有一种实在 有一种归属感 跟放松的那种心情去玩它 这个乐器它其实是 近五年 近六年才开始 被人家发掘 就波罗州日代云林乐节的关系 它才重新被自己族人 珍惜跟发掘出来 然后去推广 来自沙拉越美里的原住民音乐人 李哲林 更多人称他为 波罗州之子 他当年在古晋求学时期 见到有人街头表演弹奏沙背琴 被传统乐声打动 从此迷上了他的琴声 他过后深入研究原住民音乐 在自创曲融入传统乐曲 并唱出波罗州的山河变色 诉说原住民的困境 因为水坝的建设原住民必须要放弃自己祖先千年或者是百年耕耘的土地 因为水坝建设会影响到很多的原始森林 大面积的原始森林会遭受破坏跟被水坝的水淹没 自己本身也是有去过那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很有感触 也是因为这水坝的建设让我去开始 波罗州之子这个 即使时代洪流淹没固有土地 原住民被迫迁离 却掩盖不了老人假对互相的执念 并化作歌谣反复传唱 他婆婆就唱到一段记性的一些诗歌这样子 不是很熟悉因为它是比较有趣 听朋友翻译的时候才知道他唱的段子是 我记得我的家就是在这边 但是现在已经在水下面了 翻译出来其实是他对他的老家的那种思念 有感动到我 对 有一份感动到那边 这是大地之子对故乡的呼唤 也是对已经失去的故乡的悼念之歌 有着马拉诺人血统的李哲林 自小在华语环境长大 而如木染下能驾驭多种方言和原住民语 如今在各地巡演 所唱的歌曲中融合了不少跨语言 跨族群的素材 就马拉诺问华人 华人那一赛就是讲照案话 in between福建跟潮州话的那个slang 语言方面我很庆幸能够在这样子的环境长大 所以我可以听懂客家话 福建话 潮州话 一般话 马拉雅沙拉瓦 在创作方面就比较多元化 比如说我的那一首吃榴莲 可以听到沙拉瓦的马来话 可以表达属于本地的主题 实际上东西马风格不只是物理上的距离 也缺乏文化创意交流 离这里努力传扬婆罗洲雨林诗语的故事以外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返乡回流 另外一首歌叫不赖 不赖在一般话里面是回去或者是回来的意思 是关于年轻人力外流的 我住的甘坟和我去过的一些厂屋 平时去的时候都是看到老人跟小孩子 就有点像这边的新春那样子 二三十岁的人都去到外坡做工 有很多那种传统的行业 传统的手艺是值得被关注跟值得被传承 是因为其实有了这个人才外流的这个断层 在未来的十年那十年甚至更早都会失传 觉得有点可惜了 包括自己 我也是从我的家乡到西马亚这边 找生活 时代的洪流我们抵挡不了 可是时代的洪流和婆罗洲的河流是可以共存的 无需此消彼长 随着时代的演进 音乐和乐器的种类持续创新 其中二十一世纪首个被认定新发明的乐器 手蝶 如今在全球各地位围风潮 它的外形不像我们认知的典型传统乐器的构造 而是犹如飞蝶或炒菜锅形状的器物 这个乐器从钢鼓 陶冠鼓 或其他打击乐器的特点中汲取灵感 集大成于一身 创造的共鸣声 宁静和谐 有着洗涤疗愈般的空灵泛音效果 午夜广场下一站 我们来聆听首蝶奏出的都市疗愈之声 在当代都市文化当中 疗愈身心成了一个重要词汇和概念 有人利用乐器或声音 如首蝶或颂波 作为自然疗愈的一种媒介 协助受高压情绪的都市人解压 所以有些东西是我们人忘记了 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很多东西是我们被外在刻意的去离补 我们穿衣服 我们穿鞋 然后我们用手机等等 的blocking block了我们所有的sensors 所有东西当我们放下的时候 再回到大自然的时候 你需要休息慢慢去找回你的 所有的触感 所有的sensors 你只有办法明白 为什么疗愈或者是音乐这件事情 声音 我们讲声音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大家不觉得很重要 或者是大家觉得 没有啊 我们就是正常 我耳朵听到就可以 但是这个东西是 整个是慢慢在影响 或者甚至我讲到严重的 是腐蚀至我们的身心灵 所有的声音 其实是一个影响 尤其是尘世的声音 手蝶清澈明亮的月音 带有共鸣尾韵的声音 由于它的音色空灵明亮 有助疏压或疗愈身心灵 因此有人用手蝶作为音乐治疗 与瑜伽结合起来 沉思冥想放松神经 为什么有些人选择听音乐 听音乐 音乐本身就是因为那个频率 让你能够settle down 所以手蝶更不一样 我除了让你听到 你自己本身是在打阵 你自己在做运动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 在运动的时候能够relax 因为它流汗 所以同样的 当你手蝶在动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律动 当你律动在流动的时候 你的呼吸就会跟着平静 所以你的东西一吸一涂的时候 去到一个neutral的时候 你整个状态就会冷静下来 手蝶的外形看似飞碟或锅子 当我们用手指头的关节 或者指部指尖轻轻敲击这个乐器 就能发出悠扬的乐声 你会听到 你看着它 它会 如果这是根音 我压边的时候 它会稍微高硬一点 然后再压这边 它会更高硬 所以五度和八度之间的关系 再加上跟硬 就会形成这个over turn 所以基本上 这个一个拳有三个硬 如果这边有九个拳的话 九三二十七就有二十七个硬 手叠的历史不久远 2000年时两名瑞士人 菲利和萨比娜 从非洲钢骨和印度的 陶冠骨构造得到灵感 制造出新乐器名为Hang 后来全球各地有人开始模仿制造 从碳钢或不锈钢等材质 不断改良 产出不同的手叠 通称Hang Pan 手工制作的手叠 每个打击音面是椭圆形 每个长短轴都能够发出不同范音 它不像钢琴这样子哦 我们的钢琴是那个 好像一排巧克力这样子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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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这个东西说 它会是ZickZack来跑 它不像钢琴打很 因为它是和弦的关系 和弦就是有三个硬同时打 有点很和谐 有点很和谐 是因为它要跟我们的手指的距离 去设计 有点像这样 然后它有很多种不同不同形形式的玩法 甚至也有人这样子玩 是说一边打鼓 其实这个是鼓来的 就是那个印度鼓 所以它所有东西都是通过物理性质 去制作而成的一个乐器来的 所以它不是说随随便便去敲出一个形状 与许多乐器一样 手蝶不断改良更新 使音色符合人类的审美标准 它的玩法变化多端 没有固定的弹奏形式 演奏者可以根据擅长的节奏 或当下的情绪 敲击出不同的声音 所以每个东西在它 结合的时候 这个就是这个乐手想要带给你听 如果你是一个法国的群众 我现在打这个东西 为什么你打的东西 跟我平常听的 那种乐手可能有不一样的 所以这是我想要bring out的 就是说因为我是马来西亚来的 percussionist 我是马来西亚来的手蝶乐手 所以我做东西 一定是跟我马来西亚有关 拥有20多年打击乐经验的 唐永豪专研手蝶已经有7年了 教导成人和小孩敲击手蝶 学习基础的敲击技巧 和控制敲击力道 手蝶跟鼓的差别 两者其实都是打击乐 没有对我讲说都是打击乐 我都会以牌子为主 但是鼓来说 鼓是一个很刚的一个东西 它负责低音 低音部分 它不像手蝶 它可以低音 它是比较低音 它高音 它就说这是有音区 它能够 它能够弥补 鼓没有的音 但是它鼓 就能够弥补它没有的一个 bass的一个底 因为它很方便携带 我总不能够带着一个鼓 背着一个鼓 这样子咚咚咚咚 走一个地方了 那个手蝶 我背着手 人家看到我的眼光 这个人像那个 Ninja Dutta 这个是生活归线人 那个外在 但是它确实我拿出来 我在路边搭 所以大家就觉得 哇 这个声音很舒服 很美 除了手蝶同属空灵系刚制的打击乐器 空灵鼓入门的门槛低音准较稳定 因此演奏者可以依据音谱用小鼓锤演奏任何歌曲 空灵鼓本身你打下去 那感觉是 所谓的空灵就是你觉得那声很空灵吗 很美 但是对于我来讲说 空灵鼓它缺乏了人性 它只有一个美 有些东西是美 但是它美了过我就美了 它没有内涵 但是手蝶它不是美 它手蝶有内在 它有内涵 它同样能够让你听到很舒服的声音 但是它更多的 更深层的 它有一种能量藏在里面 空灵鼓它就比较像乌克利利 我们讲的 像吉他跟乌克利利 在物质丰富的时代 手蝶曲子过去也映照现在与未来 当瞧吉他时候 让人自觉地进入宁静状态 成为聊播情绪帮手 温柔抚慰都是一族心灵的疗愈乐器 越耳洞听的是美音 而在心理或物理上 我们不想听到 甚至干扰生活的就是噪音 联合国警告 城市噪音污染 正在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威胁 在我国这种隐形的污染也相当严重 超过九成的工商投报都是听力受损 那或许我们很难联想到 长时间又高强度的声音 甚至会造成心脏病和糖尿病 制造业工厂建筑工地和交通运输 是噪音三大元凶 不过政府建议的噪音标准 有时候超出人体可以承受的风险门槛 面对已知的风险 我们是否对症下药或下对药了吗 这种看不见的污染 毫不亚于空气 水 土壤污染 比起郊区偏乡 不停建设的都市 似而高强度又长时间的噪音 肉眼看来不占空间 却腐蚀着我们的健康和生活 主要做发展给出奖曼 birthday 了的原 najbardziej Possou ו 2011 尚长的其他们 红为 两块 鉄 from 你是 现在 我们 不想 于 管制方案 其他活动就是这一些啥派的什统 其实当记录像史以加坡的活动 他们有有些退联的派 电脂 così 所以这些活动也非常吹 第4异啊可能是 徒车路软参与由自车 Easy 利用船船 派大 车师 疫情是 活动来 晚上的活动 拆散活动 还有家庭的活动 可能在家里玩声音乐 所以我们将来发生一些声音 我们只要长时间暴露在大约70分贝的环境下 就有听力受损的风险 可是从事噪音研究十多年的林明汉 曾在棕油厂测到高达120分贝以上的噪音 如果不带任何护具靠近噪音来源的工人 耳朵会立刻刺痛受损 在建筑工地 打桩可以达到100分贝以上 挖土在内的工作噪音也会冲破8、90分贝 多数都超过允许限度 至于道路交通 一般上也介于60到80分贝 这或许解释了为何职业安全与卫生局 2019年接获的9860宗工伤疾病投报中 91%是工作噪音引发的听力受损 每个人体质不同 听觉问题可能会在5到10年后才突现 加上没有投报的人数 实际受害者可能更多 如果你的计划性更多 这样的流化 伤通过声音还经常对声音阳的声音程 通过声音色产等等 会不会有声音阳的声音rom 商量與其他人 也 issues applic声 梳梳 梳梳梳 獻耳 也 把8 梳梳梳 200 checkpoint axis Ham conductor 把 它会减少你的营充 除此以外,测量音量预测风险的噪音图 业界也没有统一的流程和做法 这里一定有看到 最大的温度的温度是工程的 工程的位置 也有提及到温度的温度 你会看到 温度的温度温度 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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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至80 按照的规定 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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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管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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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梣 所以你使用尖在这地方 доступ至8 ook 一定会温度温度직耳機 avait测量的温度温度 tribe 其实这枌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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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Porедąt的温度被捕掉 但巧克力ラチенд寺是85 温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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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度温度温度�空间 可能 신기한资�ût 又没有管 tracker 那么可 informed 尖镭僅 woków 因此我来到这种声音危险的位置 所以基于这些色彩的色彩 例如暗色彩的色彩 这些地方会是非常高的危险的位置 所以你一旦在这些地方 你最好用的汽水 去除了汽水 法律规定雇主必须为噪音环境下工作的员工 提供耳罩在内的护具 可是一些员工可能会觉得 长期佩戴不太舒服而脱下 至于调大耳机音量 或用高声量音乐对抗环境噪音 硬碰硬 都是在不知觉中 自残和双重伤害 从走在路上到进入职场 噪音占据了所有空间 但正在成形的全球工位威胁 并非无懈可击 在规划城市时 全责单位可以加大投资替代出行方式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 修建防护灵带 绿植墙 绿色屋顶及扩大城市中的绿地面积 创造积极的声音景观 从 control hierarchy 我们有个描述 最佳最好的是消灭 消灭的源源 或者我们可以代替机器的增加 用机器的增加 用机器的游戏 或者用任何机器的控制 像我们把机器的转异 来减少声音源源 最后的可能性的方法是 是区域的 然后我们也有控制的控制 我们可能会减少 对工作的措断 我们可以试一下两个环境 所以在午早上 他可能会在异性的位置 然后在夜晚 他会在异性的位置 在欧盟,噪音污染每年已经导致12000人过早死亡 并影响1%的欧盟公民 从纽约到曼谷不知名市 全球各大城市都噪音超标 我们和他们的距离还有多远 原自印度北方的塔布拉谷有别于一般谷 谷者除了需要兼顾拍打节奏 左手掌和右手指在羊皮谷面上 需要同时弹机、按压和滑动出不一样的音高 演奏难度极高 今年塔布拉谷跳出种族和文化框架 在不少马来传统音乐和流行音乐作品中 开始出现了他的踪迹 众生喧哗单元 我们走进首级谷教堂 请是执教超过20年的塔布拉谷大师 塔布拉谷在印度有乐器之王的美誉 除了因为丰富旋律 节奏与变化多端的音色之外 也蕴含一套思维哲理 如果我会说一个节奏 我的口应该正确定 我的心应该正确定 我的心应该正确定 然后我最终于我的手 应该在踏迹上 所以有很多东西 都应该一起 所以我们称为瑜伽 任何东西是瑜伽 如果你练习 它变成瑜伽 如果你练习 如果你练习 你练习在一起 它的美丽是 你怎么知道瑜伽是正确的 是因为观众感觉到有些东西 然后你会知道 你正确定是做的 执教23年的塔布拉谷大师 普拉卡什 逃离满天下 除了各族群学生前来拜师 学打鼓 他曾受邀到大洋洲 欧洲和亚洲多国公开表演 指尖下的古典 传遍世界各地 他脑袋里满满的音符 随便嚷着一连串的音名 即便手边每一鼓 每一谱都不是问题 如果我说 如果我说 你可能不懂读书 你可能不懂读书 你可能可以玩 但你可能不懂读书 有些人不能读书 但他们可以读书 大师鼓手演奏前 在双手涂抹爽身份 避免手汗 表演后也会捆绑布盖 保护鼓膜 避免艳阳和潮湿天气损毁生计工具 对爱鼓的执念 直接体现于他那双手厚重的老茧 塔布拉骨由一大一小的羊皮骨所组成 左侧较为庞大的称之为Dayan 打击乐手用左手跟按压 手掌拍打制造低音 右侧较为瘦小的则是Bayan 乐手透过右手指尖快速敲击 就能弹出清脆的高音 左右手完美配合敲打出的律动和乐曲 让旁人不自觉跟着扭动头部 翩翩起舞 如果您看起来 扭动小的小 这一叫做扭动头部 这一叫扭动头部 它是肌肉的肌肉 这有两个肌肉的肌肉 这一部分最重要的部分 这一部分是肌肉的重点 这一部分是装鑼的鑼 这一切发生的声音 就叫做扭动的声音 就是这一部分 你也可以把声音据变成一个特性的音 如果我玩这扭动头 这一部分可以变成一个另外一个 这边是B 这边是B 这边是E 不论是独奏或伴奏的方式 塔布拉谷的音量和音高 全都掌控在手中的每个部位 手跟 手掌 手指 指尖 必须在弹机 按压和滑动等动作快速切换 双手同时呈现不同的姿势 操作难度可谓印度敲击乐器之最 准日 Ihr指定按 riding 手指定按 rap recommendations 与 dzi一些折扪右手指定在birte decir 把手指上呈现 잡背起来 进入面第一起 是啊 아닙 su Carbon 心较压阳的疼调 来 keeping it jetzt estão tutaj bist Rad 可以 打 up 老师 常 state emer ta for hotels un st 一种人的声音 就是这样的声音 第一个声音 一种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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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声音 我发声音 再按一种声音 一种声音 对吗 一种声音 对吗 然后我发声音 对,它是难的 然后我会变回变 像变回变 呜呜呜呜呜呜 这样,人们就唱 所以我会变回变 然后我可以变成技术 所以,有很多东西在左边的东西 塔布拉谷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法 在打击乐界被分为经典中的经典 当年英殖民时期 印语人将原基地文化和习俗 一并引进半岛 如今,这个乐器成为 本地多元环境的重要拼图 《珍笑当初》 塔布拉谷格尔和五十年之夜 我说是十到五十年之后 它是很有流互的 可见现在的视频住的 你们看到很多演唱監督的 在楼里边的 这些地方是让人感激烈了 全世界似乎 不仅只有中最少 而是因此 所以它们对塔布拉 继将全世界众 在地下 中的内容就是 这支也能挨持这个 为其他自己的 便宗如 那是在美麗音樂、Ghazal Johor、Lagu Asli 他們也用了Tabla 有別於西洋鼓、鋼琴、吉他等音樂結構相對完整和固定的樂器 Tabla鼓更具伸縮性 即興創作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但也正因如此 初學者必須耐心學習基本功 掌握音準才能更上一層樓 在這段時間,任何聲音是好給你 你很開心 所以那是危險 因為你可能會放在這裏 讓聲音更多 所以你可能會太合適 所以我必須成為教授 在這段時間是像森林 我必須拆除藏絕 所以第一件事是 學習如何坐正常 坐正常 呼吸很容易 當然我教授 你必須把手放在這裏 拿它回到這裏 在這裏 在這裏 告訴自己 你不會讓聲音先 但你必須保持位置 因為如果你要保持位置 因為如果你要保持位置 在這裏 在這裏 三個月 或者三個月 或是幾個月 或是幾個月 你會練習 但如果你要保持位置 在這裏 一年 二年 三年 三年 沒有聲音 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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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得如何 練習嗎 他們使用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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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增加速度 再加上其他火热 俄罗斯挥军攻打乌克兰 届满四个月 战场满目疮痍 尽管欧美提供军火和粮食 援助乌克兰人 并针对俄罗斯 启动了经济制裁措施 但是各国已经付出高昂代价 包括全球陷入了高通膨漩涡 基辅古典交响乐团成员 在乌俄开打之后 踏上文化外交任务的巡回之旅 目的是宣传乌克兰 渊源流长的音乐文化 以古典乐高奏自由之声 纵使面对强国镇压 但乌克兰却向往着自由多元文化的视野 从1991年独立至今 大约30年的年轻国家 却有着悠久深厚的音乐文化 与炮火声交织的乐声 盘旋在基辅的独立广场 坚守在乌克兰的古典交响乐团成员 以音乐为行动露天演奏乌克兰国歌 这场连同电视台直播的音乐会 名为自由的天空 另一批的基辅交响乐团的成员 则踏上的欧洲巡回之游 扛着文化战线重任 想让全球看到乌克兰珍贵 值得保存的文化历史 我们在乌克兰的国家 我们在乌克兰的国家 叫做文化的文化 我们在乌克兰的国家 就是这不是抗争的 这是继续的其他人 在另一方面 我相信 可能一些政府的民族 会来到我们的节目 在德国 后来的节目 后来的节目 所以我們會選擇給我們更多軍隊的幫助 因為文化的文化很棒 但我們需要軍隊的幫助 我們需要英國的幫助 有很多武器 這些可以幫助英國 基輔古典交響樂團的演出 從華沙到馬德里作物訓習 也是烏克蘭文化戰的一部分 他們演奏大量的烏克蘭曲目 吸引不少流亡海外的烏克蘭人聆聽 儘管烏俄中突久脫不絕 他們暫時回不去家鄉 但也能藉由家鄉取調 撫慰心靈 這裡有很多作品 有很多作品 他們有同樣的功能 和所有人都認識 所以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了一種烏克蘭文化 我們選擇了一種烏克蘭文化 以音律代替枪炮 乌克兰音乐家宣扬祖国文化 而历史长河当中调诡的是 在一百多年前的十月革命 也出现同样情形 乌克兰国立合唱团 曾经在1918年出国展开文化外交 当时他们演唱不少民谣 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 乌克兰文化就是如此拖延 是个近百年基辅交响乐团 再次争取世界认同 捍卫文化尊严 我们有很重要的任务 与我们的音乐 我们必须告诉世界 我们是乌克兰人 我们有自己的文化 我们有自己的历史 他的音乐文化和艺术文化 他也表现音乐 他们正在心理性 部份员 这部份员 并为了 我认为 我认为 也计划 空间 除了抵擋俄羅斯軍事入侵 烏克蘭長久以來 在國際舞台上積極爭奪文化話語權 儘管兩國同屬斯拉夫民族 卻見證想像共同體流變當中的戰爭和苦難 對於主權意識和身分認同 烏克蘭人越發穩固 期盼著各國尊重和認同烏克蘭 旋律和文字的化學作用 讓一首洗腦的歌可以野火燎原 所以每一場運動都一定會有自己的主題曲 泰國兩年前那場民主浪潮 人民第一次公開要求改革君主體制 終於打破了王室不受批評的荒唐境 泰國一支搖滾樂團 第一次在國內演出反對大不敬罪名的歌曲 大膽挑戰競技話題 不過歌詞都沒有鳴刀鳴槍 而是一種樂團和觀眾 你懂我懂的默契 折射出冒犯王室罪最大的問題 那就是法條含糊 永遠拿捏不到誰冒犯了誰 永遠有已言入罪的風險 眾生喧嘩單元 我們來聽一聽彩虹線的搖滾樂 如果金屬搖滾本來就帶有叛逆意味 那麼這場在曼谷的演唱會 則是上升到五逆君主的級別 隊員分別來自泰國、英國和台灣 樂團Defying Decay在曼谷英倫兩邊跑 早就闖出了名堂 而這次演唱的歌曲 早在11月就在美國收割了不少粉絲 直到幾個月後 才第一次在家鄉曼谷現場表演 因為挑戰的是讓人聞風喪膽的 冒犯王室大不盡罪 準備好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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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月的風景是 所有東西在這世界上 如果一火燭曾經過一天 有時期待或是有時期待 或是有時期待 或是要失去掉 但是但是 我們再次嘗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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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当它真的要离开 最糟糕的最糟糕 2020年泰国青年上街 自由之声响彻曼谷街头 不只要首相巴欲下台 更是打破现代泰国 责不上王室的社会默契 公开要求王室改革 凸显后普梅鹏时代 嫌罗代际分歧的抗争 以及年轻一代与军权的割裂 截至今天至少170名示威者 在刑法112条文 大不禁罪名下被控 一旦罪成每条罪名 都可判入狱最高15年 而外号企鹅的政治活动分子巴利 面对最多指控 也就是23条控罪 而且还被未审先后 将近200天才获准保释 这个乐队成军于2010年 团名就叫抗拒腐败 经过了泰国红黄恶斗 军事政变 到2020年那场青年主导的 民主大示威 似乎早就注定了抗争的命运 新单曲 歌名直接就叫112条文 秘密与叛变 可是面对经常被指滥用大不禁法 打压异己的政府 所有歌词必须是开放式的 魔能两可写法 以免惹上麻烦 在泰国 用音乐挑战政权和建制 这条文章 绝对不孤单 三年多前 乐团Rap Against Dictatorship 饶舍反独裁 就以一首《我的国家有什么》 在泰国和全球爆红 用激动的编曲和政治意味浓厚的词 诉说国内一连串的贪污丑闻 甚至还重演1976年法政大学大屠杀 提醒世界泰国的民主黑历史 不过这种金属乐在泰国国内市场有限 所以这七人团体 多数都在国外巡回演唱 即使在政治红线游移不清的泰国 叛逆歌曲还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和市场 但避开了红线 却避不开中老年界限 反建制歌曲 听众多数都是青少年和热血工人 偏偏社会不是由这个群体单一组成的 太小了 初来年,温暮的温暗或温暗 我还不常会找我 因为干預防暗为像 但是我们更有点开到的银组 则是同时,它的温暗 可以担当我们一起来 踩红线的乐团 追求的正正就是那条红线 大不禁法必须清楚 练明罪状和犯罪行为 才能确保公平审讯 而这是最基本的法治原则 不过泰国政府坚持 大不禁罪是文化和历史的结晶 保证了王权 作为国家重要体制的地位 改变还很遥远 广播电台对于几代人而言 是娱乐消遣和陪伴抚慰的声音空间 但是在台湾却有一个业余电台 它不播放音乐 当响起时更多的是警讯 它提醒听众 敌人又再一次亲门踏户 那这个电台收集和汇报的 全是中国战机进入台湾 防空识别区的消息 让更多人了解台海上空的紧张气氛 调好天线和频道 一切准备就绪 50岁的徐耿锐开始了他作为台湾西南空域频道的台长工作 有些人称他为火腿族 在无线电圈子 火腿是指合法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在考获执照之后 获得政府颁发专属的无线电频率和电台呼号 至于香肠则是非法没有执照的业余无线电爱好者 随意占用无线电频率 徐耿锐的台湾西南空域是个军事频道 透过在全台12个山峰设置的接收器和实时航班追踪软件 让台湾上空的所有飞机无所遁形 例如这个档案就显示了这一天飞越宝岛上空的中美台三方飞机 其中第一栏的K35R就是美国空军的加油机 而徐耿锐最关注的就是越来越频繁闯入台湾空域的中国战机 之前我们的政府一直在骗我们 一直在骗我们说两岸是和平 那么当我发现到 供机越来越长进入我们的ADIU的时候 这怎么能解释成和平呢 好 所以我就跟地方这边的媒体 我们把它披露出来 中共战机闯入台湾空域的情况有多严重 台湾国防部数据显示 截至6月份供机有110天进入了台湾空域491架次 已经超过去年总数961架次的一半 而6月21号中方出动了29架供机 是今年的第三多 当中还包括轰6机、歼11机和歼16机的战斗机 最近一次则是6月29号 一架运8远干机进入了台湾的空域 其实在5月5号拍摄的这一天 才刚破晓 供机就擅闯台湾空域 一整天下来就有9架次 中华民国空军广播 我与台湾西南空域 高度5千公尺的总共平均主义 你进入我空域 你向我非常安全 以及回转车领 从早上到现在 大概有5次的广播 目前从系统上面有看到的 是有一架无人机也进来了 然后有运8的远干机 还有运8的返潜机 那这些基本上都是来收集 收集这些电子资料的 每当台湾国防部公布任何即时军事动态 许耿锐就会立刻上传英党 到他的无线电台和脸书专业广播 如今累计了1万6千名追踪者 对于中共战机三天两头 就闯入台湾空域 不开枪也不靠近海岸的行为 台湾国防部就认为 这是中共采取的灰色地带战略 目的就是要透过不断的骚扰 迫使台湾空军必须要频繁升空驱逐 最终造成人员疲劳 国库大伤 我们在吃饭的时候 桌上有一盆肉 那我苍蝇在他这边飞来飞去 我们只能挥手去赶他 我们没有办法把他拍死在桌上 就是这个道理 那现在我们国军在驱离共军 也就是属于一种像赶苍蝇的这个 的这个动作 把他拍死在餐桌上会怎么样 你把他拍死在餐桌上 你这多菜你就不用吃了 开设个人无线电台两年多的徐耿锐 目前只是专注在台湾的西南方空域 但是也计划未来拓转到 宝岛的北部上空 毕竟那里也是中国日本和台湾空军 激烈破招的热区 你建国终于 你向我飞航安全 你机会的努力 不论是大自然的声音 交通工具的喇叭声 或者敲击乐器的声音等等 这些纷繁的声音 反映了当代社会人类的状况 今晚的声色特辑 我们希望勾勒出 缤纷多彩的声音世界 让更多人重视对声音的理解 从中反思声音的多维度意义 下一集的一周时谈 我们则是聚焦水资源 从地下水 海平面上升和红树林 来了解我国面临的水资源困境 祝您小长假愉快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